第一 诸国通义是绝对要实现的 通义是民族大业 是历史大势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 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 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无二的选择 在此 我要证告台独分子 及其背后的实力 找台独 思路一条 妄想 邪阳自重 不会得逞 休想 当前 中美关系 正处于重要的关口 中方认为 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 中美作为世界上的重要大国 世界的和平发展 离不开中美的合作 对抗对两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中方注意到美方 关于印太战略的发言 我认为 所谓印太战略 是打造自由开放的旗号 拉帮 接火 搞小圈子 绑架 裹挟 地区国家 针对特定的国家 宣言冲突对抗 达雅 遏制 围堵别人 乌克兰危机 这是 这近期 关注的焦点 对国际战略格局 带来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中方对目前的局面 深感遗憾和痛惜 冲突发生的第二天 习近平主席 从普京总统通电话 就提出要 积极地 做劝和 促团的工作 你提到了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援的问题 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在乌克兰问题上 因为俄国的战争 中方没有提供任何的武器装备 希望大家可以从边轨行 出赛的所有课程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紧密码